好 观众朋友 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先前呢 才举兵要叛变的 瓦格纳首领普利格金 今天传出他搭乘的座机飞机 试试震撼国际 我们现在线上邀请到的是 我们国际组的资深的编译记者 戴轩 戴轩我们跟线上朋友打个交呼 主播 各位观众好 好 戴轩其实这则的消息呢 其实非常的震惊 而且据传出这个普利格金搭乘的座机 在落地之前 它的机体已经很残缺了吗 对 其实这整个这个事件 其实让人非常匪夷所思 因为我们知道他其实刚兵变结束 大概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就在他两个月满的那一天 发生了这样的这个坠机意外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众说纷纭 对这个飞机到底是怎么坠落的 其实这个俄罗斯的当局 已经展开调查了 但是目前呢 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官方说法可以提供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CNN 包括他访问一些专家 他们就看这个坠机当时这个画面 就非常震惊说 地面上疑似有看到这个闪光 就是很像那个地对空飞弹发射的这种闪光 那就有怀疑说 有可能是从那个被地面上这个飞弹击落的 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有可能是这个炸弹 直接在内部引爆 这其实是一个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 他是他就报道说 其实这个这家这个瓦格纳 这个在的这个普里克金的座机 在起飞之前 就在几分钟之前 忽然有一箱这个非常特别的 这个神秘的葡萄酒 忽然被运上了飞机 他们就怀疑说 是不是有可能炸弹就藏在这个葡萄酒里面 那在这个升空不久之后呢 这个炸弹就爆炸 才会这个击落这样的飞机 那当然了 这些说法其实 这些阴谋论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证实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阴谋论 竟然是说普里格金可能根本就没有死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说法 其实我们要回到说 当初这个空弹发生的时候 普里格金的死讯 其实是由这个俄罗斯官方宣布的 他们说这个坐机上的这个乘客名单里面 有普里格金 那只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乘客都已经身亡了 那但是呢 说找到遗体 但是都没有说这个遗体就是普里格金本人 所以就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说到底普里格金是真的死了没吗 就连这个普里格金 他自己瓦格纳的Telegram 他的社群媒体都不敢 都不敢那么断言说 他们的这个领袖已经死了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问题就在于说这个名单真的太过 太过 光从一个名单你要怎么证实一个人死讯吗 当然没办法让大家幸福 那其实CN就有专家 就说其实这个名单啊 搞不好根本就是假的 其实这是瓦格纳一向惯悠的做法 他们可能就不会给官方正式的名单啊 可能普里格金根本就不在这个飞机上 这个名单根本就是礼貌换太子 还有一个很令人匪夷 就是说其实当时不只是这架被极多飞机起飞 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登记在瓦格纳名下的飞机 他也是也是起飞 也是从这个莫斯科要飞往这个圣彼得堡 那就有在怀疑说 是不是这个普里格金根本就是在另外一架飞机上 离貌换太子 他根本就没有搭上这个被极多的飞机 也因此就有人就认为说 其实这搞不好都是这个普里格金 他所自导自演的一出就所谓的这个炸死 他是要让大家知道 告诉大家说我已经死了 这种假象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需要要骗过首通普新吗 还是他有什么其他政治目的 其实我们都是不得而知道 那这也是接下来恐怕还有几天的时间 有些消息 才能进一步理清 对所以刚刚戴选你分析 所有外媒的推理跟推测 还有整个飞机逝世的状态 其实都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到底真相是什么 都要再继续调查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也说 威廉说金金也就是普里格金领便当了 陈良也说得罪了方丈还想走 那周周说厨子变天厨 要去天上开便当店了吗 确实这起事件实在是太像好莱坞的电影了 不管是红酒会不会被卫装成炸弹 还是有地对空飞弹 击中了普里格金可能搭乘的这个座机 不过今天有更多的外媒的画面已经曝光了 确实这坠机的座机 它的其中一边的机翼是残缺的 瓦格纳佣兵团领袖普里格金 传出搭机到圣彼得豹却实时身亡 飞机追踪数据也拼售出更多坠机细节 俄国时间周三下午6点11分 飞机追踪网站追踪到普里格金的座机 疑似受到干扰 停止传输位置数据 但接下来8分钟还持续传输其他数据 不过就在坠机前30秒 高度数据传输停止前 飞机突然以每分钟2500公尺的速度坠落 随后数据完全消失 另外有目击者听到异常声响 CNN飞胺专家把坠机目击影片放大一看 发现其中一边的机翼已经不见了 请瓦格纳的媒体指出 普里格金搭乘的飞机是遭飞弹击落 目击者也说看到一个机翼脱落 究竟是遭不明物体在半空中撞击 还是飞机结构受损 让飞机在空中就解体 俄罗斯当局说要调查各国情报单位也积极分析坠机的真正原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那么刚当中新闻看到是普里格金的坐机坠毁的直击画面 可是外界好奇的是他究竟是生还是死 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教代学 在普里格金这个瓦格纳手里生死未卜的情况之下 瓦格纳这个拥兵团接下来何去何从会走入历史吗 还是会被俄罗斯受编呢 没错其实这个瓦格纳我们要知道这个普里格金 他就是在政变之后才有这样的下潮 那其实呢这个 现在目前大家还是没有真的证实说他已经丧命了 只能说有可能 那现在不止这个机上我们知道有十个人嘛 那除了这个扣除三名的这个驾驶之外 还有七个人呢 应该都是这个瓦格纳的高官 就包括这个有可能是普里格金在内嘛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瓦格纳的第二把交椅 这个叫做这个乌特金的这个指挥官 他也在这个飞机上 这个他是非常来头不小 他是这个瓦格纳 可以说是普里格金最信任的左右手 他曾经服役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特种兵之后呢 他就是他其实是瓦格纳这个创办的这个元老 他的代号就叫做瓦格纳 没错瓦格纳就是依他这个代号来命名的 所以他地位是非常高 通常呢就是这个普里格金呢 在负责这个统筹 负责管理嘛 那真的前线带兵打仗 其实就是这个乌特金 等于说呢 这个这一次不仅是这个瓦格纳 不仅是这个普里格金 还有这个乌特金第二把交椅 甚至还有这一系列这个管理阶层 通通都在这个飞机上 跟着一起葬送下去 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他们团灭之后 那瓦格纳该怎么办呢 对我们要知道瓦格纳 其实一直以来 他能够讲话那么大声吗 他能够跟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对抗 一定很大原因 就是因为瓦格纳的这个领袖 普里格金 他跟普清 总统普清之间的私交嘛 那兵变之后呢 现在呢 他们已经没有这层私交之外 其实他靠的就是 普里格金自己个人的这个力保 他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存亡嘛 那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时候 这个接下来有可能发展呢 其实有很多这个外国的这个 专家多人说 很可能就是现在没了普里格金 那接下来就是 俄罗斯国防部可能会收编 把他们当拉进了这个所谓的正规军里面 那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我们要知道是 瓦格纳不是一般我们可以想象的拥兵团 他手上物有非常多的这个重要武器 都是在这个乌尔战场上发挥作用 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兵变当时 我们看到影片 瓦格纳是直接开着装甲车上高速公路 他们有装甲车 他们甚至还可以击落 俄罗斯的这个电站直升机 还可以这个空中指挥机 都可以击落下来 他们有S-300防空飞弹 这是非常大型的这种装备 虽然有一些装备在这个兵变之后 已经陆续的这个缴回了国防部 但是他们手中应该还是有一些 就是可能还是藏着一些 不为人知的这些财力 或是这些装备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当初跟着这个瓦格纳一起叛变 跟着普里克纳叛变的有3000人 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俄罗斯的这个招募 他们不愿意加入俄罗斯国防部 才被才跟根据协议 才到这个白俄罗斯继续发展 那当然他们也还 他们不会被这个普清去追究 他们这个兵变的这个责任 当然一定是普里格纳在保他们 现在这3000人没有了靠山 该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他们一定不可能听从白俄罗斯的这个指挥 那难道俄罗斯 莫斯科要想办法收遍他们 恐怕也很难 他们恐怕也心里觉得很艳恨说 也许是就是普清暗杀了我们领袖 他们也绝对不可能这么战罢甘休 那现在问题就来 有可能他们最后就是被剿灭 被消灭的这个下场 还有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瓦格纳其实还有在乌尔战争之前 他们其实主要是在非洲 跟这些非洲的独裁国家 跟这些军阀之间 有一些签订一些协议 帮助他们说是在维持自然 但其实事实上就是在维护 维护这个俄罗斯自己的利益 但问题来了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非洲的 很大利益就是所谓的矿产金矿 尤其是金矿 这些金矿就是走私回俄罗斯 去资助这个普清的这个小金库 这个战争资本 现在普清呢 要把这些所有的资源呢 一定会想办法收归自己的手中 等于说呢 他可能会找一个比较听话的指挥官 去带领瓦格纳 等于说呢 就是瓦格纳等于说像是普京的私兵 一样的存在了 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瓦格纳 已经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从此以后就是从此改观了嘛 不过呢 其实事实上也有一些专家 看法比较不一样 认为说没有那么简单 像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前白宫的一个国安顾问叫格林 他就说 其实瓦格纳会这么厉害 会这么这个战功标柄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普利格金 个人他能力真的太强了 他还会带兵了 他还会运筹帷幄 他不是阿妈阿狗 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取代的 就算这个普京真的找到一个人 来取代他 那等于说是自费了 这个瓦格纳的武功嘛 战力一定没有以前这么强 那甚至基层一定会不满嘛 那到时候这个瓦格纳 是不是真的还像以前 这一样这么勇猛这么厉害呢 恐怕我也觉得也是一个大问题 嗯确实 所以刚刚戴雪你刚提到 就是普利格金奇 可以说是瓦格纳拥兵团 林格人物 他的领导能力 他的野心 还有帮普京成为他的 私人的拥兵团嘛 半私人用兵团 还有这个金库的角色 对于普京来说 稳固政权是非常非常重要 同时呢 也可以替俄罗斯争取海外的利益 不过你这样形容他 就让我想到 以前呢 在中共的时候 也有一个开国元勋 叫做林彪 最后呢 也是网络有传出 他要推翻这个毛泽东的政权 最后也是坠机身亡 当时也是众说纷语啊 说他可能是假死 炸死 为了躲避毛泽东的清算而离开 所以感觉呢 这都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也兴起了很多讨论 而今天的我们国际组呢 也同时替我们来掌握 其实普里格金在叛变后 两个月的今天呢 其实碰到了坠机的事故 生死未卜 但是其实8月21号的时候 他本人还曾经现身在镜头前 跟他的粉丝 还有傭兵团喊话 这个礼拜一 瓦格纳的创办人 普里格金远走非洲 冰面之后首度拍摄宣传片 还能手持步枪 看起来毫无异状 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现身 没有想到不到三天之后 就传出他可能坠机身亡 普里格金的座机突然坠毁 目前无法排除爆炸 或是遭到飞弹击落的可能 甚至有英国媒体报道 飞机起飞前几分钟 突然有一箱可疑的葡萄酒 运上机舱 炸弹可能藏于其中 我们看到一些讨论群 英谋论甚嚣成上 还有人说普里格金 是被手下背叛 出卖暗杀 英国的前情报官 史蒂尔透露 几个礼拜前就收到勤资 俄国商界重金悬赏 对普里格金下达追杀令 有可能是俄国高层策划谋杀 背后应该还是有 普京总统的默许 不过网络上也流传一个阴谋论 说旅客名单是障业法 普里格金当时可能 在另外一架飞机上 有可能是故意制造死亡假象 不过这些传闻都还没办法证实 究竟是暗杀索命 还是移除精心策划的炸死戏码 普里格金下场如电影情节 让外界很难相信 纯属意外 TV7这么大 好 关于普里格金 还有普京的权力斗争 究竟他的下落 究竟如何呢 TVBS也会持续的为您掌握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 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by bwd6